音乐 其实Trip 最烦恼的是 其实需要带什么镜头呢 大致50mm 拍攝很有限制 但大致可以變焦又覺得好像很重 所以都想了很久 然後看到你們有一支鏡頭 就是一支20mm的鏡頭 還有看了你們一些照片 就覺得如果出來可以拍攝人 拍攝景都很有趣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試一下 還有覺得自己去一個 那麼漂亮的國家 好像要有一支幣的鏡頭 拍攝多一些風景的東西 所以這件事吸引到我 都去了很多明星的地方 其實拿了這支鏡頭拍攝的時候 就覺得拍攝一些 尤其是成家堂 或者是膠點的設計建築物 因為它有幣所以才拍攝 因為它膠點的建築物 有很多不同的線條 如果你的鏡頭 譬如你用一支50mm鏡頭 其實是拍攝的 你一定要用一支幣的鏡頭 才可以將它整個 你用眼望的建築設計 買上去的照片 還有最好就是 其實我很喜歡拍一些很寬的東西 還有我也喜歡拍一些很對稱的東西 很畫面的東西 譬如拍一個海岸線 是真的看到拍出來 是真的沒有變形的 我都看著相機看了很久 是沒有變形的 肉眼是不覺得的 所以拍了出來 很多照片 你只看上去已經覺得很美 還有我覺得它有一樣 雖然感覺上歪的 這支鏡頭很像 就等於要用來拍風景 但原來用來拍人也是不錯的 我也有一個發現 因為這支鏡頭 其實的景深是不淺的 變了每一張照片 其實裡面看到的畫面 裡面看到的物件 其實都很清楚 譬如我拍一個人 那個背景 或者是後面一棵樹 或者是後面經過一輛車 然後後面有一輛車 其實全部都看到的 變了很多幽細 都影響了整個構圖 有一天 我經過一個廣場 想拍一個人 代表彈迫著 fon dragon 我本身很喜歡 fon dragon 就看到這個人 表彈迫著他 但就快速到 可能就因為 哎呀他在這個位置 我控制不了他 因為這位置 但後面的東西 因為很清楚的關係 整個構圖又影響了我 但我最後就是選擇 去遷就後面的建築物 遷就後面 因為很清楚的關係 我遷就了它 令到構圖漂亮 然後再看看怎樣用連拍 希望捕捉到跳舞時的一個漂亮的動作 結果找到一張 我覺得是不錯的 我覺得挺有趣的 我想如果用這支鏡頭 我的心得就是 你去拍攝的時候 要兼顧很多東西 是沒有那麼容易的 因為你用一個淺景深的鏡頭 大光的鏡頭 你可能只是拍攝你要拍的文件 其他人基本上可以不用理 但是用這支鏡頭拍的時候 就要留意就是你要兼顧很多東西 因為想拍得好的話 我覺得是 你要去看整個畫面有什麼文件 或者有什麼很細微的東西 其實那樣東西都是影響到整個畫面 然後再試試看 我也不會有很多東西 接著這支鏡頭規模 然後再試試看 這支鏡頭… 那支鏡頭有什麼好看 你不會讓我看